我們現在就真的來使用一下囉 那要怎麼用 不管你有沒有註冊帳號 其實你可以直接按Create的就好 那只是插在什麼 就是有註冊帳號 有一些功能 你可以用到 那第一次呢 進來的時候他會問你 請問你是要標準的 立方體還是空白的 還是你把外面的3D模型交進來 或者你把圖檔交進來 直接變LOGO 也可以 還是你只要文字而已 都OK 那我們就先從 第一個開始 好不好 你就先選第一個 標準的立方體 那他這個立方體大概多大 大概 這個就是64mm 就是6.4公分 如果呢 老師對這個概念不是很清楚的 我拿一個給你看 差不多這樣 這樣 可是這個還是小的喔 我有縮小一點點 6.4還是大一點點 差不多這樣 這樣可以接受 這個就是用那個做的 所以你要做骰子對不對 只要會敲洞就好 用這麼大的當骰子 好像有點浪費 而且要等很久 好進來了對不對 那老師進來的時候 您看一下左上角 他的工具在這裡 現在預設是狼頭有沒有 那您進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在這邊 1.3.5 是屬於破壞工具 2.4是建設工具 所以我們就來試看看喔 我們就先用預設的狼頭 那你狼頭要敲多大 這裡有沒有 狼頭的大小 所以我就先來試一下喔 這樣有感覺嗎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療癒感 早上開車開了很久喔 這樣也要喔 所以你看 這樣有沒有很有療癒 我跟妳講 小朋友創作不會破壞很厲害 你就可以找一下 那我們剛剛這樣是一個一個敲對不對 他每個工具都會有後面這三個 這樣是一個一個 這樣是一條線 有沒有 點一下 好 我就來告訴他 我覺得 我想從這邊 按一下 好你看喔 沿著這個走 有沒有變一條線 我都不用按滑鼠 你只要敲一塊是起點 移動滑鼠就可以了 這樣有沒有一次敲掉 對不對 那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講一三五是過外工具嘛 那現在呢 這是一顆一顆敲 這個就是一次一行敲 所以我把它按一下 你來看一下 我一樣先用敲一排的 給你感覺一下 好你只要滑過來 有沒有看到一排 有沒有 你就看滑過去是哪一個 好 假設我要這一個 我就敲一下 這樣就敲掉了 來這邊 敲一下 這不是只有敲這裡喔 有沒有穿透 因為我是一排的 這樣會了齁 好 來 那我把它敲 敲好一點齁 這裡我就敲掉 敲掉 敲掉 這樣是一個 也可以搭配這個 好 就是我只要敲一個 就是一排的 這樣 OK 有了 這裡再敲一下 好 現在呢我們來看看 第五個喔 一三五嘛 對破壞 好 那 剛剛一次一個 一排 這樣如果你覺得還不夠的 哇 這樣有沒有很有 很有破壞力 我剛剛特別把兩個模型分開 為什麼 因為這樣 它會敲掉分開的模型 如果你沒有分開 你應該知道結果會怎麼樣吧 呵呵呵 整塊不見了 對不對 那你也要齁 所以 啊整塊不見怎麼辦 呵呵 要會找回來 來來來來 請從這裡 它有右上角這裡有沒有N度 好 這是一個方式一次還原一個 如果呢 你覺得我已經錯太多了 沒關係 人生從來一次 打開這裡 呵呵 有沒有 開始新的模型按一下 然後你告訴他我要建立一個新的 有沒有回來了 好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 通通破壞掉了 你可以這樣敲敲敲 這樣OK嗎 那既然我們講了破壞工具 我們順便講一下建設工具 好 你看我剛剛像這樣子 你這樣敲 但是老師要記得喔 這個大小是可以變的喔 就這個敲的那個大小 8代表什麼 你一次敲是8mm的地方塊 所以有些地方你要敲 小一點 就自己選小一點 好 要大一點就敲大一點 好 所以我這邊我就先 一樣 登 登 登 好 那我現在呢 假設我這樣敲出來了 敲 敲 敲 好 那如果說我現在用所謂的修補工具 我們在這邊 2跟4是修補工具 2跟4呢 就是要補顏色的 就補這個色塊的 但是老師要留意一下 因為 你是要補東西 所以它就有顏色的不同 有沒有 下面有8個顏色 你可以從這裡面去挑 看你要哪個顏色 但是有一個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挑的 不是這裡面的顏色 是自訂的 很抱歉 這是付費的 嘿 你就沒辦法用 你就是只能挑這8種顏色 其實老實講 事實上是沒什麼關係啦 為什麼 反正你印出來都一樣的顏色 所以呢 如果你要敲 比如說我現在預設是紅的 我這樣一補進來 有沒有補一個是紅的 對不對 你要這邊加進來 好 那有時候你會遇到這個問題喔 你看一下它上面有一個提示 告訴你說 你現在做的這個已經超過你的工作區囉 要不要把它延伸出來 有沒有 這個 它說你現在做的大小 因為我現在多加了一顆之後 已經超過它的大小 來你看一下 我現在還沒有加 但是呢 我加了一個之後 是不是超過它現在工作範圍 變大了嘛 那你如果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它會看起來好像模型變小 你看 有沒有看起來好像模型變小 但是不是模型變小 是比例變小 因為你注意下面 有沒有發現我下面 已經從64變128了 因為我原本是什麼 64來 來還原一下 有沒有 原本是64 你只是靠的比較近看 但是因為你變大了 變大了 它就幫你加一倍出來 所以你的模型沒有變小 只是 比例變小而已 這樣了解 這個 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 如果你要一次補一顆 就像這樣 那如果一次要補很多顆 你應該知道用這種 用8好了 點一下 好 過來過來 有沒有這樣一次補三顆 對不對 嘿 好 再來 既然一次一顆 這個就是一次一排 所以點到它 你一樣的 啊 我這邊 想要凸出來 有沒有 點一下 好一樣 把它延伸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樣 那如果你要長的方向不一樣 沒關係 你就換一個面 欸 老師順便問一下 我現在這樣一條之後 有沒有發現我模型偏下方 請問要怎麼拉上來 按滑鼠左鍵是不是旋轉 老師不要忘記你還有右鍵可以按 右鍵是做什麼 知道了齁 是不是平移模型 對 嘿 你的 你就轉一下 轉一下 因為有時候 欸我在加的時候 可能這個不是我要的方向 我就自己怎麼樣 再轉過來 轉過來 看看它能不能找到我要的 這樣你們了解了齁 嘿 所以像這樣子有沒有就增加出來了 好 所以 老師給你療癒一下 記得 要把你的聲音打開 這樣你比較有感覺 哈哈哈哈 事實上呢 剛剛講的這幾個工具 這邊還有什麼噴漆啦 油漆啦 都一樣的概念啦 所以如果你要漆上顏色 你就用噴漆 一個一個慢慢噴 油漆就是一次刷下去 全部都變 用到的 好 所以等一下 您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先玩玩看